下午来到位于新竹县的马武都森林区。 上面刻有,绿光小学的铅笔装置艺术。 2005年,三立电视台,在此搭建绿光小学拍摄绿光森林一具。 大家随解说员前进。 解说员介绍沿路所见。 步道边,有很多可供业外求生的植物。 长在树上的山苏。 可做缩依的棕榆棵植物。 来到彩虹桥,忽然下起大雨。 打断了上山的行程。 山须午后常有雷雨。 为了安全,大家折返绿光小学,在屋内听讲解。 雨天室内叫暗,开了电灯。 白旧造型的电灯。 解说员准备要开讲了。 黑板上的涂鸦是先前游客留下来的。 树叶有专攻,大家聆听专业的小解。 那上面的夹两个花,说是又想坏掉。很奇怪。 那找到的,找到的那边。 有讲过,这个地方就是有夏天的入口,原器过到入口。 那这一天就刚刚我讲的, 浴光森林这部片子在那边拍。 然后在那,入口的地方。 我们现在,像是那边的话。 左手边有一车大的圈。 那有些地方小学。 地方小学,就适合做。 好,大圈。 那就入口一下。 好。 等到你找到山口,你就, 精力某某的。 这个地方一直在,一直在痛。 这时候你就用什么相片的岩石。 或者,岩板。 这两个。 这一项。 你在,它像个地方,你还如雨。 山区的雨来得及,取得也快。 雨停时的户外。 大家又以利而行。 解说员带大家往山下走。 对周围生态环境详佳解说。 雨后景色更加清脆。 眼山云木鸟绕。 解说圆角解笔筒树。 大家聚精会神,或观看,或聆听,或拍照。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笔筒树,笔筒树又叫蛇木,可用来种植兰花。 这是孟宗竹林。 6月天,此处竟然有红叶。 同事摄影名家陈老师,立刻捕捉了这镜头。 现在就借用这照片,作为这趟旅游影片的美丽据点。 谢谢大家观赏。